复杂且不易察觉致迟发现 麦克木雷表示 心脏衰竭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 加上不易察觉 因此患者往往是出现严重症状时才求医 过去心脏病被名为隐形杀手 患者无法预知何时会爆发 但如今医学发达 已经克服了过去引发心脏病的各种病源 如心血管阻塞 反之心衰症却还没有根治的方案 他说心衰症患者的情况会越来越差 很多患者在五年后就病逝 所以死亡率比癌症更高 心脏衰竭会引起各种病发症及致死原因 当中最普遍的就是肺积水 影响肝疾肾功能 导致心脏衰竭的原因很多 包括心血管阻塞 高血压 不祥突发性原因 酒精滥用 化疗及基因等 当心脏肌肉受伤后 可能并不会马上显现出来 可能维持三到十年后才出现异常 不祥突发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